所以接下來就要告訴我們非常現實的一篇 大家會告訴你 告訴你畫一個大笔說 各位同學只要努力的話 大家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 大家可以當成主播 這種東西我們都講了很多遍了 但是這幾年我到學校去 比較少這樣跟同學講 為什麼 因為社會的現實不是這樣 社會現實是有很多東西是你不能控制的 你只能等 然後你不一定可以達到 所以萬一達不到的時候 你可能要想一下有沒有別的路 等等之類的 因為 人家老一輩都告訴你啊 戲盆在家站久的就是你 騎過的就是你的 但是不一定 有的時候呢 公司就會挖一個人來 站在那個戲棚下面 就剛好你的位子被站走了 這這種事情常有啊 對啊不是只有主播界啦 就是你去各個職場都會是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 這是不一定 然後呢 很多人都會 很多主播的告訴你們說 啊我們工作壓力很大 工作壓力很大 但是說實在 我自己經歷過那麼多 我覺得工作壓力不是大 因為你說 你說真的很忙嗎 說實在的 跟我以前在 當記者肩波的那個壓力比起來 精神上的 應該說 對啊 精神上跟肉體上的壓力比起來 現在其實沒有壓力那麼大 但是我們真正的壓力是來自於什麼 是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多久 我覺得 對 我不知道其他主播是不是這樣 但是其他主播 我知道很多很多報紙都會 怎麼會寫什麼主播工作壓力很大 但說實在的 如果你不是 播一個很重要的時段 收視率跟你根本沒有關係 對啊 那我是 我會有關係是因為我晚上 晚上八點能看跟不看可能收視率會差很多 所以我會有壓力 可是我上面還有製作人幫我頂著啊 所以 我可以推一個製作人說 哇 那個製作人幫我頂著 那個主播沒有 對我還可以稍微推一下 就是 我有壓力 但是我不是完全我在扛的 對啊 所以真的壓力其實不是來自於 真正的工作 而是你後面的發展 還有很多人都問說 啊 好不容易當上主播 那很好啊 主播薪水都很高啊 但是 說實在的 主播薪水 差很多 就是 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工作 我知道有的台 可能主播四個 一個月只有四萬塊 比我們公司很多的 大部分的記者可能都來收 然後呢 也有主播一個月二十幾萬 對 有喔 所以 問題是你要 你會是哪一個 我告訴你們現在看 都看不出來 要看公司覺得他值得付多少錢 對 所以你們現在看都不得 你不要想說 老的一定過很久的 他一定很好 是不是 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我還回到我剛剛講的啊 他是不是容易被取代 不容易被取代 公司就會付你這麼多錢 如果你是一個 你撥跟他撥跟他撥都一樣的話 那付你四萬塊就好啦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美好 我必須要很 就是非常殘忍地告訴大家 當上主播呢 不是努力就可以了 因為有百分之七十 七十 是偏助力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可以靠自己 並不是大家想像的 努力就會有收穫 因為 靠自己的部分當然是 我剛剛所說的 你的工作態度很重要啊 有的人考進來 像我一直在跟我們公司提 就是 因為他們最近這幾年 考進來的 新人 那個 夭折率都很高 像是去 像 像九月份考進來的 已經全部陣亡了 十月就已經全部陣亡 一個都不剩 一個都不剩 全部辭職了 對啊 就顯然 有的人 因為我就一直在跟公司講說 不要再用主播找考這個東西 你們要考不應該要考記者 我不知道公司有沒有停進去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你只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招考儲備主播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來就是要當主播的 你為什麼叫我考新聞 對啊 就是大家就很理所當然 會有這種態度跟心態 對啊 所以 可是這種工作態度 其實在這一行是比較不利的 就是 尤其是對於很多老人 他們已經 在那邊堅任這麼辛苦 這麼久了 他們當然不希望有這種事情啊 所以 工作態度啊 這是後天的 還有專業能力當然是 可以靠經驗慢慢累積培養 但是天注定的呢 可多了耶 觀眾緣 我每次都 每次人家都問我說 是不是一定要長得很帥很漂亮 才可以當主播 我都說不是 是看觀眾緣 為什麼這樣講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 在你們的周遭 或者是你們讀書的經驗當中 是不是有那種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同學 但是你看她就很討厭那種 有吧 或者是那種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你一眼就一直覺得 她一定是在唱過男朋友的狐狸精 一定有嘛 這種就是沒有觀眾緣 就是她跟漂浮漂亮沒有關係喔 或者是有一些人 她可能不是天美天仙 可是你就覺得她可愛可愛的 對 其實她如果黏格來說 她可能不是漂亮的女生 有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看觀眾緣 那些我們在 我們在試播的過程 在刷的其實是在刷這個 觀眾緣 可是這個呢 是天生的 你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很努力 讓大家喜歡我 沒有用 那不是你的控制 那個就是 天生的 或者是 那個社會的氣氛來控制的 對 還有口語能力 口語能力當然可以事後 或者是你到業界之後 慢慢的練習 培養 那當然會有進步 但是 比如說你面對鏡頭 你會不會怕 或者你面對鏡頭自不自然 這個有一點天生的 而且這不是我在講 這是 我問過很多長官 他們在教一些心境記者 常常會碎碎面 有的人就是有天分 有的人就是沒有天分 沒有天分的他怎麼教 他可能就是只能到一個程度 對啊 這是很現實的 只是呢 有的長官看得出你的潛力 你可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有時候還是很難講 並不是說 啊我現在不會 我現在口才很差 我是不是就不行了 不是 可能有時候是你有潛力 但是你不曉得 再來就是新聞敏感度 新聞敏感度 對於主播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說 你聽到了這件事情 你要馬上意識到說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新聞 你不要 你不要覺得這沒什麼 因為真的會有人覺得 欸明明是一個天大地大的事情 他聽了就是沒感覺 真的就是有這樣的人 而且很多 可是這個東西 不是一天兩天培養 也不是你到新聞業界之後 可以培養出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是一個長期下來的 邏輯跟姿勢的訓練 所以他已經變成內化到你的天生了 對 所以你也不是能夠控制的 有的人就是沒有 還有機靈的反應 因為我們有太多太多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事情 然後你要在可能只有兩秒鐘之內 就要馬上做出反應 對 可是這些東西 你沒有遇到的話 你都不會知道 所以你也不可能事先去練習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比如說我也有遇過的是 反正什麼都有啦 就是什麼 可能講話講到一半 然後後面的燈出門爆掉的啊 就是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其實是丟了一下這樣子 可是就很 趕快把話講完 或者是講到一半 眼睛眼睛掉了一直不見了 我也有講過 颱風天 颱風天也常有啊 對啊 你沒有辦法控制是什麼事情 可是有的人就會整個呆掉 或者是像什麼 副控啊 可能剛好當機等等之類的 如果你的機靈反應夠的話 你是可以救了整個副控的人 因為他可能 現在沒有辦法play帶子 或者等等之類的 主播的機靈反應 可以cover很多事情 有的人就是不行啊 他就是天生 反應就是慢半排 就會倒不可能 就會試一下覺得 啊他怎麼那麼笨 等等之類的 可是這個呢 說實在是交不來 交不來 就是有點天生 還有就是我最一直在說的機韻 也就是性澎夏站久的 卡庫不一定是你的 因為機韻很重要 因為說實在的 我在我被簽下來25歲那一年 可以當美女主播 大家會覺得美女主播是一個 還不錯的東西 但是現在美女主播這麼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美女主播這四個字 只是一個貶義 就會 這有點 呃代表是不是美女主播就 什麼都不會 或是代表 很笨只是花瓶的 這種意思 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時代不一樣了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 現在很多 就覺得沒有那麼稀奇 其實這就是機韻 對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控制 現在這個社會的氣氛是怎麼樣 所以呢 有的時候 沒有辦法自己控制怎麼辦 好嗎